热烈的欢呼来欢迎我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出生长大 从来没有来过五谷 结果昨天晚上来了 今天又来了 一下子 我想等一下离不开五谷了 被你们的爱吸引 我今天 刚刚 陈牧师有介绍说我的名字很奇怪 因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 我的妈妈是台湾人 所以爸爸给我娶的是Sandra 那妈妈就把它翻译成仙杜拉 那人家看我小时候名牌秀的仙杜拉 你姓仙啊 这百家姓好像没有仙耶 那再反过来 拉也不是个姓啊 你到底姓什么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其实是姓赖特 像赖特兄弟 但是妈妈翻译的是赖特 那后来呢 我又嫁给了沈先生 所以我的名字现在很长 仙杜拉赖特 沈 所以我现在是沈太太 沈子妹 那小时候呢 在班上 小学同学都很调皮 他们就叫我 拉肚子神仙 还有更毒的 叫我仙兔 后拉 那还好 现在 今天他们都没有来 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叫做灵感的源头 已经有三个版本了 第一个版本是在分享巴赫 莫扎特 贝多芬 小邦 李斯特 他们的一些信仰见证 然后我会谈他们的作品 后来他们大家很喜欢 我就有第二个版本 就谈海顿 孟德尔宋 他们又是五个不一样的作曲家 那后来呢 我就发现 我谈的对象 好像很多都是华人 所以我为什么不用华人的作品 来做一个音乐会 也分享见证 所以今天你们看的呢 其实是第三个版本 就是这个用华人的作品 那第一首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梁柱 有没有人没有听过 梁山伯跟柱英台的故事 有啊 有没有听过 好 那我就跟你们再讲一次 你们看看我的版本 跟你们一不一样 梁山伯跟柱英台呢 他们是同时在一个学校里面认识的 但是当时呢 这是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传奇故事 所以当时女孩子是不可以去上学的 那柱英台他就女扮男装 去杭州求学 在途中呢就遇到了这个梁先生 他们就一起结伴 结果到了学校里面呢 同窗三年感情非常的好 他就爱上了这梁山伯 但是梁山伯很木讷 常常柱英台呢就给他暗示 但他从来就没有那种想法 一直到柱英台 他中途学业中段回家了 梁山伯又想他就有一次呢就到他的家里去拜访 在拜访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柱英台是个女的 他那时候好高兴哦 可是马上就被浇了冷水 因为柱英台已经被许配给马文才 哇 你们都好熟啊 所以他回去回家了以后呢 没有多久他就非常心情的郁闷 他就死了 在柱英台他出嫁的队伍 途中呢就突然起了一阵狂风 那这个行径的队伍就没有办法再前进 柱英台就出来 出了轿子要看怎么回事 就突然就看见了这个梁山伯的坟墓 所以在那里 他就纪念他 在纪念他的时候呢 地大震动 然后坟墓就打开了 然后他就跳下去 结果呢就从坟墓里就出来了两只蝴蝶 所以好像这个古人对来世有一种看法 好像死亡不是一个终点 还有 后面还有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两只蝴蝶 那在音乐里面呢 其实这个梁山伯与朱英台 是很有名的小提琴曲 那这是中央音乐院的一位教授 改编成钢琴的 那我给你们谈一点他的这个主题 一开始他有 哦 还没有 一开始呢他有一个影子 然后呢他又有一个爱的主题 所以这是一个爱的主题 接下来呢 他们你就会听到他们同窗三年 那你看到的这个是金剧里面书生的打扮 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求学 一起 非常的愉快 在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听到这个非常震撼 这个后来这个在梁山伯的幕前 但是呢在这之前你会先听到 这个梁山伯他的心情 所以那个好像心情很激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自己的心跳 对不对 所以你来听到他的心里 心跳得很厉害 然后最后你也可以听到在音乐里面 挣扎 挣扎怎么表达呢 一个线条向上 一个线条向下 这样两边的拉扯 所以会非常的挣扎 你们可以听电 就这样拉扯 到最后地大震动 然后一阵狂风 所以你们听听看 他怎么样来形容这一阵狂风 有没有听到这个可怕的狂风在下面 后来呢 这个坟墓打开了 主音台下坠下去 你们会听到一个下行的 他就一直下坠 然后他就变成了 他们两个 变成两只蝴蝶 蝴蝶要用什么样的音来表达 很重还是很轻 轻 我们都100分 像蝴蝶吗 好 那我们就先来听梁山博 我们现在就来听孙艺林所改编的梁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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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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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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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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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ke 觉得到说 我们的心挂念着秋天收割的成果 这个就是愁 我们有没有挂念我们工作的业绩 有没有挂念我要考试我的成绩 我能不能毕业 我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 找工作完了以后 能不能有好的伴侣 能不能有好的家庭 那家庭完了以后呢 孩子就担心不完这个愁 所以在下一首曲子呢 有这个女孩她也在愁一件事情 因为她很渴望能够有一个一生一世的爱 有没有人渴望一生一世的爱 哦没有啊 没有关系 那她就在这首歌里面呢 其实是有歌词的 她在歌里面就讲到说 我这个爱情是神圣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很认真的对待她 她在跟她的情人说 她说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那就请你不要跟我开始 对 所以呢在这首曲子 它是平湖秋月 它的背景是西湖 那你一开始听呢 你会觉得这个西湖好美 好平静 但是它的下面呢 好像有一股暗流 然后中间呢会突然有这种起伏 所以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湖 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 非常的平静安稳 可是我们心里可能都有一点 这个暗流在里面 有人可能甘担心 这个明天的股票会怎么样 有人担心明天考试 明天不晓得这个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有很多 这种种的忧虑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来听 这个平湖秋月 然后呢 我也找了一些西湖的照片 配上了一首诗 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们可以把灯关掉 没关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们有没有听到他的结束很特别 好像用战音像一只鸟 就把他飞到远方去 你们听他 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球都绑在这只鸟上 然后他就把他带走了 带到远方去 在圣经上也讲到说野地的花 还有空中的飞鸟 它们不种也不收 可是它不会担心它明天要吃什么 你们有没有看过忧郁症的鸟 哎呀 好可怕 我明天不知道要吃什么 天气要变冷了 怎么办 我要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好像没有看过忧郁症的鸟 然后从树上就摔下来 因为忧郁 但是神就说他爱我们 他眷顾我们 所以我们所有的忧愁呢 我们都可以交给他 他也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 那下一个曲子呢 很特别的是 它是用钢琴来表达金句里面的一些效果 有人喜欢看金句的吗 在这里 没有 太棒了 那我就是为你们弹的 哦 这里有 那我压力大了 那在这首曲子里呢 这个张钊他也用了钢琴 要去表达很多的中国乐器的一些声音 然后像金句里面的唱腔 不太像西方的这个歌剧 都是比较美声 比如说我给你们一点点示范 但是我不是声乐家 所以你们包容一下 这个西洋唱法可能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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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金句可能就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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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里面呢 你也会听见这个京剧里面的一些果响 你听到它的板鼓 板鼓就是把拍点打出来的 那中间呢 也会听到有弹波乐器 像琵琶 我小时候还复修过琵琶 就有这种弹波乐器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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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比如说很多的国乐 在很大的张力的时候 好像有危险的时候会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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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呢 他还有一段是讲到 他在云南的滇池 好像看着这一片的湖面 然后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钟声 他很喜欢京剧里面的临冲夜奔凉山那一段 还有岳飞他金钟报国 可是39岁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那这就是表达他内心非常的委屈 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委屈的 没有对不对 我从六岁我妹妹出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知道委屈 因为只要她一哭我就被骂 不管是谁对谁错 那我就觉得好委屈哦 为什么每次被妹一哭就是我的错 所以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在工作上 可能做得很辛苦 然后老板怎么就骂我 对 所以这里可以听到他这 里面很多的冤屈 他要述说出来他就是吐苦水 你们听听看 越来越激动 到最后呢 那京剧里面最高的这个音 他就常常是这样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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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精神永存 那他艺人就有这个荣耀的钟声响起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皮黄》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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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